一番身穿的是红色的比赛服 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 距离应该够啊 可以来完成一脚外围射门的尝试 看看这小球 还是直接打向了球门 邓小飞 江苏效力期间也是给球迷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 先来看看啊 小摩托菲尔兰多 打到门前后防线出现了注意不一动的情况 但是这球打在了门框上啊 哇 这个球 这个球 无情人处理的可以更冷静一些啊 没错 这个球后防线 我们看沛托兰多非常冷静的 这下传球 这后防线突然失灵 突然短路 身体对象能力确实强亮啊 这边 投球攻门没有能够顶在门框范围以内 就两个人之间的这么一个配合 就创造出了机会 没错 其实在从拿球处理之前 就已经提前看到了右边路 这个位置当中有空档 看他进去里边打到进去 这是个机会 哦 防守的时候 唐往松的这个注意力似乎是不太集中 不过幸好后边 无锡是吹了无锡推人犯规 对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位置是他已经已经抢到了这个点 已经控制了这个点 职业发展来说都是一个好的事情 先来看看这边 漂亮漂亮了啊 哎呀 这个球打回来没有能够到 对 这两个人之间的这种 以及两个别楼子 这个球 镜头一转球直接进了 无庆 这个球没有浪费机会 哇 这个球 应该说是一个快发 刚才镜头还一直在盯着菲尔兰多在照 但是这边立番已经是取得了进球了 对 那我们只能球中慢镜头了 再来看看这边 直接是一脚传递给过来 这次对抗出现了问题呀 吉祥跟卡尔德克 身体对抗方面是确实不如外援 对 有点放松 嗯 看看这边张耀宾先把球控住 无锡 看看这边突破过来到了进球里边 再回来看看 球进了 这下无锡我们看这下 吉祥到右边拉出了空档 张晓斌的传球给无锡是恰到好处 打一个极限反身后 这个球应该是撞到了谭旺松啊 嗯 过来补防的谭旺松 身体对抗是出现了问题 嗯 请动看看 哦 这个球 哦 抽进了 越位了 这个球确实我觉得 越位应该在潮离之间吗 没错 裁判员判发没有问题 对 应该是有一步的距离 李帆这边又是在进场拿到了球群 看看这个球 外围的远射发生了变线 转身之后就打无庆 哎呦 这个动作 啊 并没有吹罚 看看这球 卡尔德克打到进去 冰吉特总数 哦 球进了 完全是拼出来的机会啊 没错 这 主要是看这下的 应该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打到手臂上 但应该也可以算是无意当中一种行为 这个球 卡尔德克真是拼出来的机会啊 打平的话是7分 因为还有两轮比赛 嗯 就是说下一轮比赛 恒大只要打平就可以获得冠军 好的 参谈员吹响了最后比赛节日的哨音 那么最终这场比赛 双方是打成了2比